那比如说有时候有事没事去看看兰花的时候 我就大概看一下这几棚 它的质料看上去有点干了 就比较干了那种 在表层你可能摸上去都是有一点点干干的 但是下面呢相对起来说 跟稍微有一点点发白 但是还没有完全发白 不要等它全部干透了 兰花受不了那样的 就是不能完全干透 就是感觉它有点干了 就给它全部挑出来放在水池里 把水池里面的那个水浪河温度调好 然后给它每一盆就这样浇 就这样给它浇 这样葱呢就是说 可以避免就是你浇水在套棚里 它有一些可能雷军啊或者怎么样啊 它都直接就像相当于给它洗澡了一样 就让它洗干净了 你不要对着花葱 花不要葱也不可以葱 有的人说液晶不要让它弄湿了 其实在卡过里的话因为温度比较 那个湿度干度 空气比较干燥嘛 所以就是说你稍微 留一点水也不是问题很大 因为你的空气马上就把它给弄干了 就让它全部浇透 就用这种葱的方法全部给它浇透 它就像洗了一个澡一样 然后呢 我在这个小水壶里面装上水 一般这个滴剂呢 我就捏一滴管 全部给它滴进去 等它均匀了以后呢 我就对着它的根部就这样倒数浇一下 不要浇到它的叶子 对着它的根部 每一颗都是 浇一下 可能偶尔也会打到叶子上 那你等一下呢 你可以再用那个水给它冲一遍 有的时候用那个水再给它冲一下 你这样冲都没有关系的 我一般都是这样很暴力的进行的 然后冲完以后 你就让它沥干一下 因为在水池里 你也不要管它 让它待个五分钟十分钟都问题不大 然后弄完以后呢 你就把它放回它原来的地方 就可以了 好